慈济基金会在美国新泽西生根20年 它的源起来自于一个华人的移民家庭 核心是一名的家庭主妇林律荣 他从一位普通的慈济会员 到后来承担起整个新泽西的慈济置业 过程当中还因为邻居的不解 收到了律师的存证信函 引起了社区议论纷纷 从当年毕露蓝绿到承仙起后 带你来看这步步踏实作的20年所以 慈济在新泽西20年 从一个家开始 我在1992年的感恩节 加入慈济当了会员 当进来的时候那一念心是非常的单纯 纯粹只是想说因为孩子大了 想要回馈社会 那时候纽约之会 他们就头一次到纽泽西办茶会 就在我们家 那次的茶会在我们的小小的房子里面 挤了100多位 挤到水泄不通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挤 因为我在94年受证 我们在1995年的3月12号 正式成立联络处 我记得那天联络处 我们的那天来的会众 大概超过400个人 没有自己的家 每个礼拜在我们家开茶会 甚至在我们家聚会 开会 练手语 合唱 那也不是办法 因为到后来 我们的邻居已经都在抗议了 整个社区就被我们这样车子 车来车往的 我们收到律师的纯正信函 就说你们的邻居 都说你们是教堂 这不是教堂聚会的地方 因为他们看到一群穿制服的年轻人 脱而带你的 就到我们这家来 然后非常的热闹 就是每个礼拜六就非常的热闹 所以他们就是 就联合起来去写纯正信函 所以律师送信来之后 那我们就 因缘俱组 我们就刚好就搬家了 所以就这样找到了我们 我们第一个会所 那就是在Booten 所以我们在4月1号 就正式成立新泽溪之会 当初的一个念壮大成愿 2000年慈济新泽溪会所在雪松林市 为然耸立 这是慈济人共同的家 职工们是如何把这不太习惯化为互信 2010年食物仓储是一大要劲 这是慈济和食物银行合作的慈善工作 我们在新泽溪中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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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1200伴侣商业 和300多的一年 所谓的食物仓储 此地志工到食物银行 挑选食物 再加上自己购买补足 每星期五开放贫困家庭 到新泽溪分会领取食物 换句话说 分会如同是这些家庭的厨房 在最初 没有客户来到我们的食物银行 昨年我们有4000个家庭 我非常喜欢Zuqi 他们是一种 非常整理性的食物银行 我们的目标是 抗争饮和瘍 没有每一名的伴侣公司 我们不可以做什么 在这里看到了聚工 奉信服务 以及新鲜蔬果的真正意义 每个笑容 都是支撑新泽溪分会 走过20年的力量 谢谢 拜拜 拜拜